哈喽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有讲到APP运营推广的常见方法 那么本节课主要来讲APP运营的必备素养 那同时本节课也是整个运营推广课程的最后一节课 然后呢主要是来讲 如何有效的进行团队沟通 那么以及如何写好一封项目策划书 那本节课的目标便是 掌握如何有效的进行沟通 然后掌握一定的技巧 然后第二个就是掌握写好一封项目立项术的基本逻辑 那么这两个必备的素养 其实在整个的运营的工作中都会经常的用到 然后呢包括前面所讲的所有的 对于推广课程 那么最后在落地执行的时候 你都需要去写方案 或者跨部门去沟通协调一些资源 所以这些必备素养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就先讲 如何有效的进行团队沟通 那关于沟通的话 主要有三个小点 然后第一个是关于沟通的两种方式 第二是要明确沟通的目的是什么 第三是讲沟通的三个技巧 那首先我们来看关于沟通的两种方式 那么关于沟通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大家一定比较有感触 那个无论是我们在会议上 然后向产品啊 向技术部门提一些需求 还是说为了团队内部争取一些资源 或者跨部门去协同完成一个项目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可避免要进行沟通 那么沟通不愉快 就会出现什么常见的一个CB的状态 因为这个时候多数情况下 会变成一个无效的沟通 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最后没有效果 也没有一个结果 那么有效的沟通的常见的方式 有两种 第一种 那么在沟通层面的话 一般可以分为两极 第一极是把事情说明白 说清楚 就是我们常见的直接说 那第二极就是能达成目的 就可以 然后这种一般都是我们委婉的来讲 那么在不同的场景下 因为不同的事情 大家都会有一个 选择不同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是无论选择哪一种 我们一定要首先明确沟通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再进行沟通 然后避免在沟通的过程中 因为某一方的思维的跳跃性 导致你聊到最后 忘记自己要说什么 或者本来说 是要争取资源的 最后缺一点就没有底气 那么这都是在沟通前 因为自己的准备 工作做得不足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首先明确沟通的目的 那么如何来明确沟通的目的 通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思考 第一个就是沟通的参与者是谁 就是我们要明白 我们都是沟通的对象有哪些 是谁 然后第二就是我希望对方能够帮我做些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要明白沟通的目的 然后第三就是如何来刺激对方来帮我完成 就做成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让对方意识到这个事情 对他的价值和重要性 然后这样的话他在帮你的时候 才会更加的积极和主动 那么如何来做好 以上三点的话 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准备 第一个就是明确双方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你的目的 然后呢 以及你要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帮你 以及他对他帮来帮你 他对他来带来价值 第二是你要带来一个理定的解决方案去沟通 然后第三是要在沟通过程中减少信息的流失率 能直接沟通的时候尽可能直接的去沟通 那比如说作为用人方的我们 现在要向产品和技术提一个针对APP渠道推广 做下载统计的需求 那我们的目的便是可以通过查看不同渠道的流量数据 来判断渠道的质量 比如说渠道质量就指的是渠道用户的新增活跃流存 这些数据指标如何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技术只能满足统计到不同渠道下载用户的多少 这样一个需求 但是在第一次的时候 我的建议就是要把所有后面可能涉及到研发的内容一起讲出来 那这样的话不仅会让他们整个研发期 可以做一些预留 那么在讲完这一系列的需求之后 也可能会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体会到做这件事情的价值 那么期期目的之后就要拟定方案 那同样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第一期开发的时候可能统计到不同渠道的新增用户 那么如何来定义新增用户 怎样来去虫 那么这个虽然是技术和产品需要来设计研发的 但是如果你在开始的时候没有说清楚具体的规则 那么后期你可能会提出数据不准确的这些的仪役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没有话语权 而且本身对新增用户的定义 大家都比较模糊 那有的情况下 一个独立的设备安装下载就属于一个新增用户 但是像有门的这样一些第三方的统计平台 他们对新增用户 也就是激活用户的定义则是 一个独立的设备在下载安装完成之后 需要联网 那才算一个新增用户 所以带着方案 然后又有准备的去沟通 就显得至关重要 然后前面讲到沟通的层级分为两级 那么在优先级和重要性都比较高的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碍于情面 然后不知道如何来开口来讲 有的时候直接沟通讲事情 会让效率变得很高 而且也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而且植入主题不兜圈子 也会让对方更加清楚你所想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减少信息的流失率 下面就讲沟通过程中的三个技巧 第一个是授权 然后呢授权这件事情最常见的场景 就是我们在发邮件的时候会抄 抄送一份给另外一个部门的leader 或者给自己的leader 那其实主要的目的便是引起对方能够对这一件事情 起到一个重视 那么如果在工作中有些事情的推进的时候很困难 那比如说新版本上线了 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新的产品的宣传图 但是设计这方面然后他又比较拖延 或者他手头有一些其他优先级不是很高的事情 然后他就告诉您他很着急要做这些事情 他不想跟你做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邮件来说明这件事情的紧急性 然后发送给该同事 并且抄送给相关的leader 那这样的话 其实最后出问题也会有邮件来证明 你在该事情上面是积极的 那第二个让对方融入你的描述语境 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通常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面 然后呢可以在任何部门的任何同事 面前组织不同的语言结构来进行回应 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引入第三方 这个场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 运营和技术在讨论产品上面某个功能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你就是说不过技术 然后不能让他很好的去执行这个需求 那么这时候最后来找来产品 让产品来传达你的需求 然后由产品来组织有针对性的语言结构 来说服技术 然后这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彼此理解 找到共同的一个价值点 做到彼此理解 其实就是站在对方的价值点上来看待问题 那么在工作中要尽可能的避免 情绪化 就是被情绪所摆动 影响到最后自己的决策 和自己所说的一些观点 那么公开掌握的时候 建议就是大家能够客观去讲一些事情 私下的时候 再可以大家一起做到一起聊一聊 关于就是人情方面的一些事情 这是比较好的 然后这就是沟通的三个技巧 接下来讲就是 如何写好一份项目的立项书 项目立项书的话 主要是分为四点 第一点就是明确项目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确定项目的时间周期 第三是梳理项目的运行逻辑 第四就是准备项目的相关资源 那这个场景经常就出现在 比如说老大这个时候 要你写一份项目的策划案 然后一方面就是 说明老大对你的能力有一定的认可 另外一方面也是 希望能够通过这份策划案 来看你在独立负责一个项目的时候 从策划到落地之行 你的思路是否清晰 那么这个时候 我写好一份的策划案就显得比较重要 那么除此之外 用营做项目 然后从项目的立项到最后的执行 多数情况下都是跨部门 且涉及了很多人的 那如果在立项之前 你的准备做的足够的充分 那么这个项目的人气 也会随之之变得很高 那么写好项目的立项书 难点就在于要找到一个 可以打动大家 一起玩起袖子 然后一起干活的这样一个立足点 那简单的立项书的思路 是可以快速学习的 那今天分享的主要的 就是结合自己在项目 立项过程中 以及多次被调教的经验 然后分享立项书的一个 书写的一个思路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进行一些梳理 然后在自己负责的项目上 可以变得越来越可控 首先讲第一点 就是确定项目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里面是可以拆分为两种的 第一个是里程碑的目标 和阶段性的目标 那比如说 还是以APP推广这件事情为例 那么在产品没有双架之前 我们的里程碑目标 便是能够在各个渠道 得到一定的排名 然后呢 带来不错的下载量 那么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阶段性的目标就可以被拆封为 我们首先要在不同的应用商店上架 然后再不断的去进行优化迭代 然后把总的目标 拆封为阶段性的目标的好处就是 能够在不断的 让团队 以及让个人意识到 现在做到哪一步 然后短暂的成就感 也会不断的驱动 让大家往更高的目标前进 第二就是确定项目的时间周期 确定项目的时间周期是结合阶段目标来设置的 有的项目是长期的项目 有的项目则是短期的项目 设定相应的时间阶段 一方面可以起到一个push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 三毫米环节的耗时 也可以让整体变得更加的可控 那举个例子来说 产品研发就属于一个长期的项目 那么在每一个版本功能的双线时间点 就是项目的阶段性目标 等完成节点 那么在产品里面 大家通常会使用看板来进行管理和跟踪push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产品特性看板的图 那么这个图里面 表的横轴代表的是时间线 那么时间上 数值区域的代表是发布 那在区域里面的卡片 各自代表了一次项目 发布过程中要实现的最终的特性 也就是产品的功能 这样的话就是 整个的项目的时间点有 然后项目的内容也有 然后的话就是比较清晰 第三个是梳理项目的用心逻辑 在三杰克发起的黄友餐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讲一个优秀的用盈 应该能够把70%的事情变得可控 而只剩下30%的不确定 那么除了清晰的目的和项目的时间 周期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梳理一下项目的优先级 项目的优先级的过程 通俗的讲究是明确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如果想要推进当前的工作 必须先把什么做好 那前面的课程讲到 在讲API运营推广 在应用商店做推广的时候 讲到了产品推广的三个阶段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这张图就会发现 那这其实就增选了刚才所讲的前后关系 先做基础的渠道搭建 然后再做推广策略的一个制定 那么然后再做一些竞品分析 以及渠道的扩展 最后做上线之后的数据回收 然后形成一个单点突破 那么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分离阶段 然后环环相扣 充满联系 那每个阶段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对下一个阶段起到一个乘上旗下的作用 那除了分阶段执行 可以让事情变得可控之外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拆分到足够细的颗粒度之后 我们可以更加在执行过程中会变得更有把握 那比如说缺带的技术搭建 详细的分类之后便可以有条不屑的进行一些执行 第四是准备项目的相关资源 那项目的相关资源 一般情况下就有两点 第一个是人 然后第二个是经费 那关于人的话 它其实就分为项目内和项目外 那项目内的话就有所有项目的参与者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按照项目的分工 安排相应的人 以及制定相应完成的时间点 来进行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项目不外 项目外一分有两种人 第一种是需要跨部门去调动的资源 而另外一种是项目的阻碍者 他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不会太支持 然后随着项目的推进 他的阻碍会越来越大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想办法搞定他们 就是让他们从阻碍者变成支持者 或者说作为一个旁观者也OK 那么如果去搞定他们 这个时候就用点刚才要讲的 就是如何有效的去高效沟通 然后让他能够幸福 或者说你可以去打动他们 那至于经费的话 当大家在制定方案的时候 把所有的事情变得可控的时候 成本自然也就会变得很清晰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做一些申请 那就会变得很方便 那如果前面不做那些事情 成本无法控制 这个时候老大出一个预算 那你就会变得手足无措 进而会显得你整个做事情不够靠谱 最后就是项目要落地执行 落地执行一方面是要把流程中每个阶段 涉及到的工作内容 分配到人和具体的时间点 然后再具体 写到具体的方案里面去 另外一方面在落地 实操过程中要不断的优化 调整 为下一次做方案 记得一些经验 虽然前面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尽可能会把风险前置 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 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各样 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时候作为项目的负责人 在前期的话就需要每天都要开一次小会 那么开会不仅可以扑示大家在 规定时间点完成相应的任务 还可以在会上就大家出现的一些问题 然后做一些针对性的集中解决 那这样的话 它就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健康的一个过程 整个项目也会推进的比较良性 然后最后做一下总结 那这个总结其实是针对整个的 APP运营推广课程的 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又讲到什么是渠道 然后以及渠道的价值 那渠道的话 这边再讲一下就是说 渠道就是可以满足或产品 达成产品风发下载 获取到用户的一个流通路线 我们都属于渠道 然后第二节和第三节课 我们又讲到如何做好APP运营推广 主要的课程内容就有 应用商店推广的整体流程 然后就分为几个阶段 然后从策划到最后的落地执行 然后后面又讲了应用商店的 AS优化如何来做 然后再往后讲了移动营销的三大平台 以及这三大平台的相关的优化技巧 最后讲了就是APP推广的一些常见玩法 那么今天的课程主要就讲了 很简单的给大家讲了一下 APP运营的一些必备素养 然后主要是一个是如何进行的有效的沟通 第二就是 然后提供了一个项目策划书的书写的思路 那整体课程结束之后呢 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因为作业就是分析公司产品 现在所处于一个阶段 然后结合课程整体所讲的 关于APP推广渠道 以及优化技巧的一些内容 然后写一份整合营销的产品用于推广方案 然后就是能够帮助到公司的产品 或者说自己 如果说没有负责一款产品的推广 但对对块感兴趣 大家可以尝试去写一份 然后呢 最后就感谢大家 然后能够去听关于我这一块分享 APP人推广相关课程 好谢谢大家